20号上午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在福建省晋江市开工建设 工程建成后将为晋江金门等地构建双水源双路线多调节的供水保障体系 大幅提升福建向金门供水的水源保障水平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是国家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该工程总投资31.3亿元 主要建设湖库联通水源地保护两大工程 总工期41个月 湖库联通工程计划建设输水线53公里 泵站三座 联通新安东山草红堂西边龙湖等水库和饮水二通道 水源地保护工程计划对东山西边草红堂龙湖等水库水源地实施保护和治理 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于2018年8月5号正式通水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金门供水超2500万吨 连续供水超1600天 2022年日均供水2.09万吨 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70%以上 免疫情自来水平地处理